Hello,我是Shanan 今天过来帮客人看房 在Fremont 他们也是年轻的一对couple 然后买自己的第一个房吧 其实我今天是看两组客人的房子 然后另外一组客人 他们是在过桥去Meta上班 然后也是看到这边这个小区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它地界是Fremont 但是其实非常的靠近Newark 靠近水边 所以上桥过桥过去Melo Park那边的话 就是非常的方便 好,我先找一下这个地方 待会儿再跟大家聊 这两周市场感觉真的是很疯狂 尤其是核心区域的Single Family House 就是二三十个offer非常常见了 我现在看的这个Town House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新的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Open House都很多人 那Condo呢也稍微好一点点 总体来说呢 在1.2到1.7这个区间啊 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啊 上车房 在这个区间是一直都非常热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热的是升级换房啊 就是说第二套房换更大 或者有学区的房子 这一个区间 2.5左右这个区间也是非常多的买家啊 就是这两个是比较热 OK我们现在到这个房子了 这个房子在这一栋在小区的中间 但这一个房子是一个角落的位置 所以说它的采光会比较好啊 三面采光 这是大家看房要基本了解的一个常识啊 那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房子在修它的屋顶啊 那像这样的townhouse有HOA的小区 通常HOA会负责修外墙和屋顶啊 水管啊下水道 外面的部分啊 外面部分 这一点其实也是能够给住户省不少薪的啊 好我们进来看房子 一进门呢是客厅啊 一个小客厅 这个房子我说下数据啊 07年的房子 三个卧室 3.5卫生间 1500尺不到啊 一个小3B了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上车的一个房子啊 厨房在这边 柜子坐到顶了 旁边一个早餐区 那厨房 呃就是一个四边吧 四边没有完全包 没有中导台 但是这个台面 基本上也够用了啊 然后一楼这边 它挤着做了一个呃 Bathroom哈 一个客用的Bathroom 然后还有一件储藏 十根一个车库这样子 那这样的房子在我们整个弯区来讲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呃 手头房买家喜欢买的啊 呃OK 两车位车库 标准两车位 坐了个柜子 呃 坐了柜子的话 停两车就有点挤了啊 看情况吧 这个 如果两个车都大的话 很难停了 就只能停一个到外面 OK 一楼就是这样子了 那它三层啊 三层的townhouse 这个楼梯 做的是这种回转的 回转的话呢 安全性会比较好 很多朋友不喜欢那种 一踢就上去 一踢到顶的那种直直的楼梯 感觉摔倒的风险会比较大 我刚才忘记说 报价了这个房子的 开价是117.5万美金啊 当然最后成交会有一点差距 好 二楼这边是两个卧室 然后两个卧室都带这个 自己的独立卫生间啊 像这样的房子 很多朋友们在买的时候呢 他会自己住一间 然后把剩下两间 租给同事朋友什么的 就是这样可以增加一些 现金的收入 来减轻自己的这个贷款负担 那等到自己的家庭 等到有小孩一个 或者两个小孩 家庭规模扩大之后 再去升级换房啊 所以这两拨客人是 这两周真的非常非常的活跃啊 就是主要这样的买家 OK 这是二楼的另外一个 带阳台的卧室啊 带阳台的卧室的话 活动空间就会多一些 OK 这里也是有自带的 卫生间和浴室 开灯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小区的位置 是很靠近Newark水边这边啊 上桥就是两三分钟就上桥了 所以它是一个 很多在半岛上班的朋友 热门选择的一个小区 你可能在这里都会遇到很多 你的同事朋友买在这里啊 非常多中国人啊 这个小区 那如果你在Meta上班的话 非常方便了 住这里 OK 三楼呢 是一间主卧 就是面积最大的一间卧室 然后给到一个 布鲁师衣帽间 那也是有 自己的卫生间浴室了啊 这个标配了 但是它配的是一个 单水槽的洗手池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大啊 这个房间本身面积在这里了 OK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你可以自己住在楼上啊 然后剩下的可以租给朋友 当然你完全自己家人住也OK 还有这个旋转楼梯的话呢 它正好是三面采光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它正好可以引进更多的自然光 让整个这个室内吧 光线稍微更好一点啊 就是比起那种在一排楼中间的那种户型 要会更亮一些啊 好 那这个房子差不多看到这里啊 在Freeman一个交通生活都非常方便的社区啊 120万不到的报价非常适合上车了 那如果你近期有在湾区买房或者卖房的打算 都欢迎直接联系我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